那佛法的教学没别的 终极的目标回归自信 这就是大庭经上常讲的 明信见信 见信臣佛 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 佛说得好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现在你迷了 变成众生 佛陀的教育就是说 从我们现在迷惑再回归到自信 这个教育就成功了 最直接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最可靠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持明念佛法门 但这个法门真的是难信 释迦牟尼佛讲得好啊 一切世界难信之法了 劝我们应当要相信 那应当相信的人 那上上根人 他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 没有这样的信心 可是那上上根人 少 半信半信的人 占绝大多数 所以佛诸世四十九年 十时呢 众生有感 他就运信 却是为 忠下根信 慈悲到极处 华阴经上 为我们所实现的 实地菩萨 不理念佛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给我们做好榜样